康睿霞台強風豪雨橫走東部地區 堪稱有史以來最晚清台的強台 信上專家回顧統計 今年10月有山陀兒及康睿 兩個颱風登陸 10月有雙台清台 已經是26年前 而今年7月以來 連續有凱米山陀兒及康睿 颱風登陸 是16年來首度一年內 有3個颱風登陸 7月的強台凱米 霞台西南氣流影響台灣超過2天 導致南部山區降下大雨 創15年來的雨量紀錄 暖化的過程當中見到劇烈天氣 它的強度正在增長 這個在秋天在颱風的時候 特別有變化感 這幾年我們的確是有觀察到 颱風有越來越難搞的這個現象 每個颱風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都有可能出現一些 意想不到的這個變化 今年颱風頻繁生成 各界說法不一 有些科學家認為 颱風生成與海面溫度升高有關 全球暖化導致颱風變多變強 也有科學家持不同看法 研判也許是因為海水溫度過高 導致颱風不易生成 但只要生成 便很容易成為超級颱風 氣象專家示警 若颱風強度增加 從25年前的921大地震 到今年花蓮的0403強震後 台灣地址條件相當脆弱 如果雨量過大 恐怕會釀成嚴重災情 我們生活的一些建物的設計規劃 有沒有辦法再去陰陰氣候變遷下 的這些劇烈天氣 未來超級強台 數量恐怕有增無減 帶來自在性降雨不可輕忽 接著訊請各位宣傳台北 最及時的新聞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